正午时分光听话日下 35岁的何姓男子不顾旁人眼光 大喇喇爬上为一瓶汽车引擎盖上 踩过挡风玻璃再从车尾下车 夸张行径让正等待朋友 26岁的邱姓男子看了大傻眼 直接下车跟对方理论 大安分局接获报案也立刻到场处理 大安区延吉街附近有行人踩破 车辆挡风玻璃案件 邱男称将智晓克临停在标线行人行道上 等候有人 遭行人河南直接爬上引擎盖 后踩过挡风玻璃 从车尾下车 造成前挡风玻璃破属 何姓男子表示 由于邱姓男子违规停车 破属他只好踩过汽车 从车上下来时还造成右脚受伤 最后双方互提刑事告诉 警方征讯后 将何姓男子依损毁案 邱姓男子依过失伤害 韩宋侦察队侦办 另外警方也对驾驶人邱姓男子的违规部分 举发在凋线人行道临时停车 警方也呼吁民众遇上纠纷 应该要理性沟通 千万不要使用暴力解决问题 得不偿失 记者郭彩勇 台北采报报导